我觉得说好朋友已经就是不足以满足我们了 我们就其实就更像为家人一样 就是已经互相很了解 然后平时也大家有困难了也都会去帮忙 然后就互相关心 然后关系特别好 我觉得我们是很幸运地遇到我们家大厨 然后我们家很充满了爱 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们就是特别相亲相爱分不开的一家人 一家兄弟姐妹 我自己是觉得是一个很温馨的家庭 像我们一共有五六个人这样一起吃饭 每次一起吃饭都很热闹 然后我们还可以聚在一起看一些娱乐节目 然后吃饭的时候都非常的有趣 嗨大家好 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这个我们要做简易版的手抓羊肉饭 然后呢在我右手边这个是一个小羊排 然后这边呢有胡萝卜和洋葱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好 我们现在开始 好 我们先去切换 盐子 炒熟 好了,那我们的简易的羊肉手辣饭就做成了 希望大家喜欢 大家一起做饭吃饭是变成家人一个因素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毕竟大家的时间,学习的时间很忙 然后没有多少时间再聚在一起去玩啊什么的 但是吃饭做饭的话是生活中一个必须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就通过每天的做饭吃饭 然后大家在一起可以聊聊天 然后就是你帮我我帮你 他西菜我来炒 或者是我来准备一下材料 这样的话互相有一个照 然后大家在一起很开心 其实在这个家里面每一天发生的一些小事都是一些可温馨的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年我是五月份的生日 我过生日的时候 然后家里面几位女生还有小康 他们几个就是比较惯心我或者是就是想给我一个惊喜 然后他们就因为那天上午我在上课 他们就去曾经去中国城帮我买了一个蛋糕 然后其他人像小猪魏魏跟小康 他们就在家里面帮我准备了一桌子的菜 然后等我回来还给我了一个惊喜 这让我非常的感动 特别觉得有一种家的问题 感谢观看